嘿,我是电工 最近名媛拼单群火了 今天来做一个民国时期名媛最爱的啾啾 美龄啾 据说是孙中山先生独创的食疗秘方 为美清甜 特别的养生滋补 过去物资匮乏 只有名门贵族才能吃得上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小馋猫 那你按我说的做 现在就去找经常被人叫错名字的金米 暖心又黏人的糯米 还有一盆梦想着被吃掉的黄小豆 他们三个都要提前一晚泡水洗澡 第二天一早先来磨豆浆 叫醒精神饱满的黄小豆 满足他想被吃掉的梦想 没有豆浆机的同学 你很明智呀 比起自己做 直接买豆浆真的方便很多 豆浆准备好了 再来做山药泥 铁棍山药 听名字就知道 他是个凶狠的家伙 所以跟他混熟之前 记得一定要戴手套 洗干净的铁棍 上其蒸15到20分钟 具体时间取决于你的粗细程度 你的腿毛要刮一刮了 刮了腿毛的山药 光滑、白嫩、细腻 让我忍不住的山药 嘿 吃我一拳 勺子、筷子、擀面杖 我都试过 最后发现还是 全打山药泥的效率最高 我好强啊 说不定上辈子 我还是个全尸什么的 嘿嘿 喂你认真点 打树的人会被吃掉的 煮粥四小白 准备就绪 豆浆加水 煮到他们开始唱歌 倒入之前泡好的 金米和糯米 这一步要注意的是 豆浆总是让你的锅 口吐白沫 解决方法是让锅张嘴 嘴里含一根筷子 告诉他爱笑的锅 运气不会太差 小伙们煮四十分钟 把米粒都煮开花 倒入刚刚被我打败的山药泥 加了山药泥之后 特别容易糊锅 所以熬煮期间需要不停的搅拌 注意千万不要边煮边玩手机 鸡中精神 锡锅真的很烦人 再煮二十分钟 根据个人口味加点冰糖 一碗简简单单的美林粥就做好了 美林粥是我的 我的你别瞧 是我吃快点是我的 不能打架 不能打架 美林粥 好处都有事 谁说对了就给他 金米味甘性平和 减肥肾筋润肺泽 糯米味甘性温热 温不欲寒两相和 黄豆油大豆一黄桶 自补养颜的美容 山药食材也是药 功能长大 Check it down 提高气体免疫力 自饮庄养又不气 一人吃了受不了 两人吃了床药倒 过去住门酒肉臭 往后张相府才有 如今家家奔小康 人人识得美林粥